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等 双方现在闹得很僵 大家知道马克思选总统的时候 他的副总统是杜特尔特的女儿 那么当时就被解读为这是两大政治家族的联姻 因为马克思他父亲是菲律宾的前总统 在当地你别管是好名声坏名声 反正是有点名声 有点这种能量 再加上杜特尔特在他们的家乡 就是棉梁老岛 也是有很大的能量 那么他们两个政治家族联合 可以说其他人就没有竞争的能力 最终马克思可以说如愿以偿当上总统 这个也算是他们两个政治家族联姻的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但是时间不长 到现在两年左右 两大家族现在开始闹僵了 最近冲突的这种越来越严重 最开始可能就是涉及到什么 就是有一些在杜特尔特时代被收拾的一些人 他们就想着你杜特尔特下去了 我得搞你 那么就开始发表一些这种 是不是要清算杜特尔特 杜特尔特当年的很多行为违法等等 就施加压力 马克思应该讲还是顶住了 毕竟怎么说 他副手是杜特尔特的女儿 是吧 你刚借着人家的利益上来了 你不能说扭头 就把人家给干了 政治上说不过句 杜特尔特应该讲还是一直在顶着 没付出什么问题 但是慢慢的 马克思的很多这种操作 政治行为 就跟美国走的特别近 这个是背离当初杜特尔特的一些想法的 杜特尔特的想法其实很现实 中美之间都是大国 他们之间都我们别参讽 我们哪个都惹不起 中国我们惹不起 美国咱也惹不起 咱们自己日子过好 比啥都强 别没事找事 实在碰到迫不得已 舆论上过不去了 说两句硬话得了 然后就直到没看见 杜特尔特是比较务实的一个人 但是马克思好像很明显不是这样 他想装逼 是吧 我在中国面前是吧 寸步不让 我一往无言 美国是我爸爸 就这种玩法 杜特尔特他们之间 可能就开始出现一些这种分歧 再然后 马克思可能是想 因为菲律宾目前国内 政治上说实话不稳定 他就有意愿想什么修改宪法 加强中央集权 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这个东西 他跟杜特尔特可就出现利益冲突了 首先一个 杜特尔特他本身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地方上的最大的政治 强势家族 政治家族 就是他的棉林老岛是菲律宾第二大岛 他在当地就属于具有这种非常强的政治威望 那你马斯克你要加强中央集权 啥意思 那不就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学藩吗 那地方上的藩王怎么能接受呢 杜特尔特就是 你像他父女两个在打卧室 当市长当了他妈几十年 这跟独立藩王割据有什么区别 其实没啥区别的 本质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用选举的手段而已 所以这个马斯克想要加强中央集权 这个事那就直接冲突了 因此让这个杜特尔特对这个马克思 也越来越不能忍了 这个前两天公开出来喊话 这个希望菲律宾的警察和军队 必要的时候保卫宪法 他为什么这么喊话呢 因为当年这个马克思他父亲 老马克思 就是当年的马克思总统 就是被军队政变给推翻的 然后把吓得跑了 仓皇猪逃 那么杜特尔特这一次又是对军队和警察喊话 意思就是说你们保卫宪法 保卫国家的时候又到了 这个就有点恐吓这个马克思的意思了 但是马克思呢也怎么说呢 嘴上不能怂啊 因为这个杜特尔特很横 但是马克思他作为总统也不能怂 是吧 他呢也发表一些讲话 然后杜特尔特那是得寸进尺 越来越嚣张 说啥呢 在一次这个座谈会上 杜特尔特说我们有一个吸毒的总统 怎么怎么样 是吧意思就是说那是个傻逼 吸毒吸嗨了 胡说八道整天 有这种意义 然后各种调侃 把这个总统就搞得很没面子 你说这个隐君子在全世界 到哪里他都不受人尊重 你作为一个总统 假如说你是个隐君子 这个特别在亚洲国家来讲 怎么看你 是吧 这马克思呢 刚开始就是很唱高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不在意 就这种感觉 我不在意 然后呢找个机会出来说啥呢 说这个马杜特尔特 他可能是受了这个 这个芬泰尼的影响 芬泰尼是啥呢 就是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对中国意见很大 其中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芬泰尼 在美国人眼里呢 也是毒品 但事实上它只是一种原料药 它不是毒品 它只是一种原料药 利用这个东西可以做毒品 那么 马克思说这个呢 意思就是说你杜特尔特 你他妈也吸毒 你装啥肚子 反正就这意思啊 当然他们两个具体神系毒 咱不关心啊 总之呢 就是两个人矛盾越来越深 那杜特尔特最新的言论就是说啊 这个如果你马克思敢改宪法 啊 我们将考虑这个棉栏老岛将考虑独立 啊 我将搜集棉栏老岛民众的意愿啊 进行独立公投 啊 这一下这个马克思说实话有点紧张啊 有点紧张因为这个东西 棉栏老岛 它本身就有长期的这种反政府的这种 这种存在啊 当地有着很多的这种反政府武装 那么在14年的时候 菲律宾中央政府跟人家这些啊 反政府武装啊 就是双方就算是和解了啊 然后给他们在当地一定的自治权啊 然后就是算他们放下武器啊 就是就是就就去自治嘛啊 但是人家还是有部队的啊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有机密统治你可以理解为啊 那你现在这个菲律宾 这个杜特尔特 他这么大的政治能量 如果他要是跟这些反动势力 是吧 这分裂势力 如果合谋的话 那你想想啊 那凭他的政治威望在当地 那真搞的话 还真有可能搞成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 这马克思就有点紧张 然后呢 他这个总统府的人呢 军队的人啊 都在这发表讲话啊 我们将坚决捍卫菲律宾的这个 主权完整啊 等等等等的啊 领土不可分裂啊 这个事呢 反正我说实话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还挺高兴啊 我然后赶快打开地图 看一下 我看看这离中国 他到底在什么位置 一看吧 就有点没意思了啊 一看就有点没意思了 我以为我本来想着 说如果这个棉帘老道 离南海近的话 就我们就应该支持他独立 啊 独立之后 我们直接跟他建个 就是同盟驻军保护的 这我觉得你美国 可以在菲律宾驻军 为什么我不可以 在棉帘老道驻军啊 对不对 有什么不可以 是不是 结果我地图打开一看 他妈的发现 哎呀 这个有点没意思啊 他在这个靠 不靠南海方向 他在南海 另外就是往南啊 他在另外一个方向呢 在菲律宾的南部啊 这个我们好像有点利用不上啊 但是呢 虽然利用不上啊 但是那样菲律宾 他乱的话总是好事啊 这个对我们肯定是好事啊 但是只是说 这个利用价值就小了很多啊 但是我觉得 虽然利用价值小了很多吧 但是我们的外交系统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啊 走动走动啊 讨论讨论 研究研究啊 我觉得即使利用价值没那么大 他也是有利用价值的嘛 如果菲律宾中央政府跟这个棉帘老道的干账啊 他还有精力雇南海吗 他还有精力跟中国杠吗 是吧 就像现在的米昂来 为什么对中国服务了 他把他自顾不暇了 他顾不上了 是吧 如果他顾得上的话 他哪有能他哪会说把这个白可城这些人交给中国啊 那么多年都不交 为什么现在交了 是不是 就是他自顾不暇的时候 他才会啊 不要脸 菲律宾也一样 你让他自顾不暇 他就顾不上跟我们在这搞事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外交系统啊 情报系统 地下系统是吧 这个动一动啊 去研究研究 你们准备怎么干 这杜特尔特先生啊 你这个独立公投是来真的呀 还是演戏呀 是吧 给我们交个底 你要是也来真的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支持一下 是吧 你要是演戏的话 我们也可以配合一下 是吧 大家都是朋友嘛 是不是 这个 我觉得这个事可以做 可以做 而且我觉得中国未来的国策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当然了最好是先把台湾给统一掉啊 先把台湾给统一掉 然后我们中国的国策应该是什么啊 支持全世界所有分裂行为 这个我们要成为中国的国策 中国应该支持全世界所有的分裂力量 只要你搞独立搞分裂 中国都支持 特别是这些世界上几个大国的分裂运动 更应该支持 美国 俄罗斯 印度 甚至包括巴西 越是大国 越应该鼓励他分裂 支持他分裂 凡是分裂国家的 都应该在我们的价值观里成为这个英雄 正义之光 这个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国策 但我刚才讲了 前提是最好台湾先搞回来 先把我们的台湾给抓住 搞定 然后再去搞这一套东西 因为我以前多次强调过这个东西 内战是消灭一个强国最好的办法 而分裂国家是最容易打内战的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眼睁睁看着分裂 因此让我们中国未来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放在 怎么能够让这些国家分裂 印度 美国 俄罗斯 最主要就是这三个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这三个是最主要的 这三个里面 印度我觉得相对来讲好搞 中国不应该整天不提 不管印度的事 我们整天跟个手机包似的 屁话都不说 我觉得我们的第一目标 当然应该是美国 可问题是如果你印度得推进尺的话 我们中国应该给予印度的分裂组织一定的支持 印度本来也在支持中国的分裂力量 那藏族在哪 不就在印度吗 对不对 印度可以支持中国的分裂组织 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印度的分裂组织 为啥 有啥理由跟我讲讲 你不支持人家就拿你当朋友了吗 也没有吧 既然如此 为啥不支持 是吧 印度这个相对是最好搞的 但前提是你得抓紧时间 如果你给个印度五六十年的和平年代的话 有个三五十年的和平的话 印度就很难再分裂了 这个国家意识 他都是通过教育灌输的 时间长了 大家就都同意 我们就是印度人 是吧 那个时候你再想分裂他就不容易了 现在还有机会 但是现在其实就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其实印度建国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太弱了 顾不上没办法 就是印度分裂印度这个事 现在就可以干 然后俄罗斯 俄罗斯的话 我们使不上什么劲 我们只能等着他自爆 哪一天俄罗斯如果自爆的话 中国至少要抓住一到两个分裂的这个实体 我们跟他监定军认同盟 助军 我们至少要抓住一到两个 不可能跟所有的这些分裂的国家 我们都成为朋友 至少一到两个要成为天盖朋友 俄罗斯只能自爆 这个我们使不上劲 我们也不希望使劲 毕竟希望他多撑两年 对不对 最主要的就是美国 我们真的应该把重要的力量投放到什么德克萨斯州 佛罗里达州 就是这些红州 甚至包括这些 左派意识很强的那些民主党州 我们要加大各种舆论上的这种影响力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比极端更极端 装革命派 比如说我们可以派过去大量的这种 这种搞意识形态的 当然这个人员怎么选这是个事 这个不好弄 这人不好找 总之呢 如果人好找的话 这个操作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到去美国之后 你比美国的白左更白左 你比红脖子更红脖子 就行了 你只要比极端更极端 慢慢就会把整个团体的节奏给带走 你比如说 如果你我们去一帮人 加入美国籍 成为美国的什么博士 大学里面的教授 我们比白左还白左 我们只招收黑人学生 白人一个不要 因为啥白人就是原罪 就看有没有这个种子 就这么干 我们是把民主党 我们是讲人人平等的 但是黑人历史上遭受了奴役 他们考学的时候不公平 应该大量的招收有色人种 白人一个不要 是吧 比极端还极端 这样的话才能激起那些 红脖子的怒火 对吧 然后另外一拨人到美国去之后 坚决支持共和党 民主党这帮都是汉奸 各个都是该杀 他们都是外国来瓦解美国的帮凶 是吧 你带节奏 你要比那些红脖子还红脖子 你要比那些白左还白左 慢慢慢慢你在这个阵营当中 就会有一定的发生的这种影响力 等你有了一定影响力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是吧 左右互勃勃 这个激化 这个矛盾等等 这些玩法 当然了华人来做这些事 实话说不太方便 咱承认 毕竟你这个黄皮肤的这个身份决定 不太方便 但是我们有没有能力 收买几个美国人 这个好像也能力有限 总之就是想法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不太容易 就看我们的高层有没有这种智商 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这个事如果办好了 这远比什么研究几个航母舰队 有价值 航母那个玩意 说句不客气的话 如果今天世界上美国没有了 中国要那么多航母 有个屁用 有啥用 其实没什么卵用 所以说中国所有的 更大的精力应该放在 怎么让美国分裂上 打内战上 这个宁可花个几百亿几千亿去干这个事都值 我跟你讲 他比搞军废强 至少不死人 我们自己不死人 是吧 他们打内战 他们死人 对不对 总之 就是菲律宾的 目前来讲 还谈不上什么正式分裂 但是只是说一个冲突 对立加剧 对我们来讲 肯定是个好事 我希望他早日成真 希望我们的外事部门 情报系统 地下系统 去赶紧接触 看能不能给他点什么适当的帮助 对吧 我觉得如果能做成的话 好歹也是好事一见 好吧 更多的就不说了